1955年,主席首次使用特赦令,只为释放一位女囚犯,这名女囚犯一生结了四次婚,其中她和第四任丈夫结婚时,蔡元培等名流还来当了证婚人,就是这样一位知名人士,却在建国后被捕入狱,主席听闻她被捕后,直接拿出了她亲自签署的特赦令,就连周总理也表示,她曾救过我的命。 离奇的是,在主席的帮助下,女囚犯出狱后没多久又牵扯上了案件入狱,直到1980年,女囚犯才得以重见天日,这名女囚犯究竟做了什么,竟然连主席的特赦令都保不住她。 她和周总理之间又有些怎样的联系,我和你一起揭开女囚犯的真实身份,1955年,一名女囚犯入狱惊动了中央,当主席得知囚犯的名字叫黄木兰时,她没有耽搁时间,直接当场拿出了纸笔,亲自签下了一份特赦令,这份特赦令还是主席首次签发的,主席着急忙慌,只为释放那个叫黄木兰的囚犯。 当旁人问起主席为何对这名囚犯如此看重时,主席只说了一句话,她不是囚犯,她是我党的大恩人。 说起黄木兰的一生还真是坎坷无比。 1907年,黄木兰出生在湖南流洋,在这个人才辈出的地方,黄木兰的父母都是有名的大人物,在清朝末年的时候,黄木兰的父亲就是当地的三杰之一,早些年他还参加过各种变法维新活动, 甚至连谭四童都是黄木兰父亲的童窗,在父亲的培养下,黄木兰从小就立下了志向。 他不仅要为往生计绝学,他还要为生民立命,为天地立心,聪慧的黄木兰一直就是父亲的心头好。 于是他将黄木兰安排到了当地最好的州南女校学习,州南女校的老师们不仅交给了黄木兰知识, 还培养了他坚定不屈的品格,在1919年五四运动来临之际,黄木兰的报国心也在逐渐觉醒。 1926年,黄木兰打听到了共产党组织,他十分信仰共产主义,且愿意为其付诸努力。 于是在老师的介绍下,黄木兰成功入党,在为组织效力的过程中,黄木兰认识了许多名流,其中就包括宋庆龄等人。 1927年,在妇女节的游行中,黄木兰还结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,两人都有同样的志向和抱负,在组织的撮合下,黄木兰和丈夫结为了夫妻,到了1928年。 黄木兰还为丈夫生下了第一个孩子,黄木兰本以为自己的人生会一直顺风顺水,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,一场又一场的噩梦即将到来。 1928年年初,黄木兰才生下儿子三天,组织就对黄木兰的丈夫派发了任务。 江西一带的农民暴动缺乏领头者,因此她必须尽快赶往干南,丈夫甚至来不及和黄木兰告别,便连夜出发。 殊不知,离开医院的那一晚,将会是两人的诀别,黄木兰的丈夫在暴动中遭遇了不测。 黄木兰得知这个消息时,已经是几个月之后,痛失丈夫的黄木兰一度郁郁寡欢。 好在她身上还有同志们的鼓舞,在众人鼓励下,黄木兰意识到革命事业还没有成功,她更不能倒下。 于是,黄木兰将孩子送回了祖父家,随后她只身来到上海,准备随时为组织效力。 1929年,黄木兰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,在工作过程中,黄木兰认识了她的第三任丈夫。 当二人在完成任务中互生情愫的时候,黄木兰这边又发生了意外,当时黄木兰参加了工人运动。 然而因为有心人告密,整个工厂的工人都被捕入狱,黄木兰在监狱中联合育友,众人整整抗争了一百天,最后才在理应外合下被释放出来。 一出狱,黄木兰就和第三任丈夫结了婚,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的婚姻就此稳定,因为接下来的这次任务将会彻底拆散这对姻缘。 而拯救周总理于危难之中,也是由此次任务牵扯出来的,1931年4月,黄木兰接到了一项紧急命令,不惜一切代价,一定要救出关向英同志。 关向英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,他改名换姓为我党工作,但由于敌人疯狂打击我党,关向英同志在自己家里被捕入狱。 奇怪的是,在关向英的伪装下,本来没人知道他的真名,但短短几周之后,敌军却轻松识破了关向英的身份,这背后就要牵扯到一个大叛徒,顾顺章。 顾顺章的叛变对我军打击极大。 为了减少损失,我军必须立马救出关向英同志,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派给了24岁的黄木兰。 黄木兰一个弱女子,当然不可能只身在上海救出关向英,更何况黄木兰还是我党成员, 她不仅要救人,同时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,为了让黄木兰任务成功,组织向黄木兰推荐了一个人,她就是上海租界的名流。 陈志高,陈志高本人是名律师,她的父亲更是上海的刑事庭长,只要黄木兰和陈志高保持联系,那么救出关向英同志就是值日可待,而要吸引陈志高的注意。 就必须牺牲黄木兰的婚姻,在组织的安排下,陈志高认识了黄木兰,看到美丽大方的黄木兰,陈志高十分心动,黄木兰健壮也将计就计,她在陈家人面前表现得有勇有谋,不仅陈志高喜欢她,就连她的父亲也对黄木兰充满了赏识。 时机成熟后,黄木兰开始利用陈志高解救关向英,他对陈志高表示,我有个表兄来上海做生意,但因为一些意外,他被人当作共产党抓了进去。 我想请陈律师帮我这个忙,要在上海租界里捞人,这是对陈家来说并不难,于是陈志高一口答应了下来,他承诺自己会立马跟租界的人打招呼,要不了几周,黄木兰的表兄就可以出狱,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,黄木兰足足在上海等待, 等了半年,也没接应到关向英,时间一久,黄木兰担心出什么岔子。 于是,他找到陈志高一问才知道,原来关向英根本就没有被释放,至于关向英为何还在扣押中,完全是因为租界的一位书记在从中作梗,这名书记辈分极高,远远不是陈志高能搞定的,黄木兰为此陷入了沉思,好在陈志高有个当官的父亲,只要他的父亲肯出面,那么释放黄木兰表兄的事就有着落。 在陈志高的请求下,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,随后陈志高带着上好的烟草,拜会了那位书记,直到这时,关向英同志才被释放出狱,不过事情发展到这里,却并没有结束。 关向英同志获得了自由,但黄木兰却又深陷囹羽,原来陈志高的父亲之所以愿意出面帮忙,是因为他把黄木兰当儿媳妇看,如今忙,已经帮到底,黄木兰也必须还这个人情,陈志高父亲口中的人情,就是让黄木兰和自己的儿子结婚。 虽然这是陈志高十分认同,但对黄木兰来说,却是一道晴天霹雳,首先他是有妇之妇,他的丈夫还在组织里等他,其次陈志高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,如果要跟陈志高结婚,那么他的身份很容易被拆穿,黄木兰拿不定主意。 于是,他向组织汇报了这个难题,不料组织给出的回复,却是,和陈志高结婚可以为黄木兰提供保护壳,这样一来,黄木兰在上海的行动将更加方便,至于黄木兰的丈夫,想必也会理解他,在组织的建议下,黄木兰不得不和陈志高谈起了恋爱,这个时候的黄木兰只把这段感情当交易,他万万想不到,正是因为和陈志高的恋情,他才能在阴差阳错下,就出周总理, 1931年6月22日,陈志高正带着黄木兰外出看电影,然而就在二人下车的时候,陈志高遇到了一位老同学,这个老同学在替租界当翻译,他知道不少关于租界的情报,这不他一见到陈志高就表示,今天寻补房抓到了个共产党的大人物,据说他只有九根手指,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,本来以为他很硬气,然而寻补还没用行,他就不打自招。 说出了好多共产党的成员呢,老同学在和陈志高聊天,黄木兰却听得心下一惊,上海的共产党大人物一共就只有几个,其中还有周总理,如果这些大人物把周总理的住所说了出来,那么这将是一场灭顶之灾。 黄木兰听完二人的对话,他完全没心思看电影,一路上他都在思考究竟是谁叛变了,一口金牙,九根手指,黄木兰想破了头也没想明白究竟是谁叛变,由于此事牵扯众多,当时黄木兰电影也不敢看了,他赶紧辞别了陈志高回到住所后。 他开始向组织打听这个人,在街头人纳黄木兰得到了这样的信息,总书记向中发年轻的时候喜欢赌博,他为了戒掉恶习,忍痛切断了自己一根手指,黄木兰记上心头,向中发刚好在上海任职,并且他的年龄和被抓的大人物相近。 更关键的是,九根手指根本不可能这妖巧在排除了所有的可能后,黄木兰几乎可以断定被租借抓走已经叛变的人,就是向中发。 意识到这点后,黄木兰心中更加慌乱,如果他猜得没错,向中发一叛变,那么周总理就危在旦夕。 因为向中发近期一直和总理保持着联系,二人住所也隔得很近,最要命的是,为了方便展开会议,向中发手里有总理防门的钥匙。 一旦向中发将钥匙交出去,后果将不堪设想,黄木兰根本不敢想象这种后果,他赶紧让人联系周总理,在黄木兰的通风报信下,周总理连忙搬离了援助所,为了确保叛变信息属实,总理还派了人手在援助所周围监视,到了6月22日晚上,果然有一群人鬼鬼祟祟的来到这里,他们并没有强行闯入,而是掏出了防门钥匙。 要知道周总理防门的钥匙,一共就只有三把,他和夫人分别拿一把,第三把也正是向中发手里的那一把,事已至此,向中发叛变的消息基本已经坐实。 他作为中央总书记,同时又是中央特科的高层,手中的情报不计其数,如果不是黄木兰发现及时,不仅是周总理,恐怕整个组织都将遭受重创。 在得知黄木兰的付出后,周总理还亲自对他表示了感谢,随后他还称呼黄木兰是党的骑兵,就出周总理后,黄木兰在1935年和陈志高结婚,这已经是黄木兰的第四次婚姻。 然而这第四段婚姻也没有陪黄木兰走到最后,就连黄木兰本人也在建国之后被人抓进入监狱中,1950年陈志高抛下黄木兰出走香港,而黄木兰又因为早些年从事地下工作撤去了党员的身份,因此他在建国后的处境岌岌可危。 为了不被抓走进行盘问,黄木兰四处找人证明他的党员身份,但由于时间久远,加上黄木兰任务的保密性,因此黄木兰根本找不到人能证明他的身份,走投无路之下,黄木兰只好联系了自己曾经的追求者。 但这名追求者说什么也不肯帮助黄木兰,因为在他眼中,黄木兰就是个朝三暮四的女人,他不仅拒绝了她的嗜好,还在有丈夫的情况下和租建名流结婚,这让追求者很难接受,由于没有人帮助黄木兰身份沉迷的黄木兰含冤入狱几十年过去了。 没有人能记得黄木兰,但主席和总理却一直铭记着黄木兰为党做出的贡献,1955年为了解救黄木兰,主席亲自签下了一份特赦令,身陷牢狱的黄木兰这才得以出狱,然而才出狱没多久,黄木兰又因为以前的叛徒一案被捕入狱,这一次有人故意隐瞒了他的信息,不管黄木兰如何上诉,他的求救信号始终石沉大海,直到1980年,总理夫人才注意到了这名信息, 7日好友,在他的关照下,73岁的黄木兰终于重获自由,1993年黄木兰隐居杭州,到2017年2月7日,这位十年110岁的女英雄长眠于祖国的河山之中。